長沙灣近年不斷翻新 多項市區重建大型商業和酒店項目 亦都將會陸續落成 預計將會成為另一個核心商業區 今天帶大家去到營盤街 介紹一個即將開售的新款The Campton 項目以科技和未來生活模式作為設計理念 大樓以V型商業設計 可以提升單位的景觀 住客會所Club Campus 湖內外總面積超過25,000 方呎 除了提供近20項多樣化設施 最特別的是首設KOL On Air直播空間 和eSports Arena電競空間 令到住戶一場KOL和電競選手的體驗 接著帶大家去看示範單位 項目合共提供467個優質住宅單位 標準單位戶型、涵蓋開放式至三房 並且設有特色戶 滿足不同類型客戶的需求 讓大家看有沒有去看 好,我們有沒有展開 展示車 朝廣場 辣椅子 顯示車 動機 這區主力是一房或兩房的上車客 很多上班一族或投資收租的客人 都會在這邊找一些新盤 如果同區新盤租務的赤價約58至60元 因為很多都是新婚夫婦 或者同區分支家庭 這些戶型都很適合這類客人 未來生活當然不會只剩下科技那麼簡單 項目附近就充滿著文化、藝術和娛樂這些元素 例如文青熱點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裡面就有各種藝術工作坊和手作史集 還有由功效活化的文化創意集中地 深受年輕人歡迎的B2Place 看完各種創意產品 自己都想試試手作的話 可以去手作職人集中地的大南街和基隆街 裡面可以買到各式各樣的手作材料 對歷史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去二級歷史建築美河流生活館 細味一下時代的轉變 還未夠後 可以去到去年開幕 位於南昌站上蓋的大型購物商場V Walk 場內接近150個商店和各大連鎖美食店 踢開半落一應俱全 項目另一個強項就是交通方便 只需要大約四分鐘的步程 就可以去到港鐵長沙環站 大約二十分鐘內 一線直達旺角、尖沙咀、中環等港九核心商業區 打造二十分鐘的黃金生活圈 另外如果你要頻繁來往中港兩地 由項目前往高鐵西九龍站 都是十分之方便 興華街西在2017年發展商以50.6億 破紀錄酒店地皮的價錢投得 建一座25層高 提供975個房間供應 預計會在2024年落成 西九龍高站上蓋項目 以422億破紀錄成交 平安人壽保險 都最近施支113億 入股這個項目的30%業權 西九文化區都發展超過十年 當中設施都相繼落成 相信未來的樓價 升值潛力都會看高一線 The Campson以盈盤街Camp Street來命名 突顯出它地標式建築的定位 配合它獨特的主題設計 以及這一區的特色 相信可以引領出全新的未來生活模式